今天我们用R1Windows无感映射1.5版本进行游戏演示 无感按键映射1.5全新升级的一系列功能中 大幅提升了MOBA游戏的体验 在新版本下 左右摇杆提供摇杆模式 滑动模式和轮盘模式 这三种模式均支持设置摇杆灵敏度和摇杆反向功能 与此同时 ABXY键、十字键、扳机以及其他功能键和自定义键 同样可以作为映射按键使用 并且支持三种方式的点击模式 点击模式的第一种 是常规的按一下就触发一下的正常点击模式 第二种则是模拟援手快速连续点击效果的连击模式 第三种则是在按下此键 模拟一次点击效果 并且在松开按键后 又会执行一次点击效果的 按下弹起分离模式 例如在MOBA游戏中实现 按下按键就打开面板 松开按键就关闭面板的快速操作 如果你不习惯 用摇杆模拟技能轮盘 使用按键绑定摇杆模式之后 按住该按键并同时旋转摇杆 就可以用摇杆来控制技能方向 按键绑定摇杆模式也支持设置关联 左摇杆或者右摇杆 还有摇杆范围大小 以及独占摇杆功能 独占摇杆是指 当按下该按键后 所关联的摇杆就只能用于控制该按键 对应技能的移动方向 摇杆原本所映射的功能不会生效 同时按键模式还提供技能取消模式 这也是为了摸把游戏而专门设计的 只需要将按键拖到游戏里 预设取消技能释放对应的位置 完成设置 之后只要按住技能键的同时 按下这个键就能取消技能释放 五感按键映射1.5也对设置体验进行了优化 例如在添加映射点时 只要按下对应按键就能快捷增加映射点 无需点选展开选择菜单 增加了一键隐藏所有按键图标的功能 也可以单独隐藏某个按键图标 五感按键映射1.5版本 精细化的按键模式能够满足更多操作需求 让玩家在安卓掌机上也能通过按键映射用手柄打出高阶操作 同样在FPS以及其他类型的游戏里 玩家也可以通过使用五感按键映射全新版本 获得轻松便捷的操控体验 本次升级支持玩家的五感按键映射上传到云端 并且可以应用云端配置 从而带来更为便捷的设置与操控体验 同时,UI也迎来了优化 调整完善了五感按键映射的显示 浮沉按键图标 让玩家的体验更为完善 五感按键映射1.5版本精以上线 欢迎玩家升级体验 Aya Neo软件团队将加入更多的创新 持续优化提升五感按键映射功能 满足玩家更为多样化的游戏操控需求 好了,以上就是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下次再见